昨天上午在江苏常州市 发生一起惨烈的交通事故 一辆黑色越野车突然失控 驶向了同向的非机动车道 撞上多辆电动车 致多人伤亡 肇事驾驶员徐毛毛已被警方控制 记者赶到现场时看到 警方已经拉起了警戒线 相关的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 现场目击者介绍 肇事车辆就是画面中 这辆车头受损严重的黑色奔驰车 一辆拖车正在将肇事车辆脱离现场 目击者称肇事车辆沿晋陵中路 由南向北行驶至九州新世界花园东门附近 车辆失控驶入同向非机动车道 撞到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后 又在晋陵中路劳动西路路口 撞到正在等红灯的电动自行车 事故发生后 伤者被送往常州市区的三家医院进行救治 目前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共接收了五名伤者 暂无生命危险 据常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发布的情况通报 事故共造成13人受伤 其中三名伤者经抢救无效死亡 肇事驾驶员徐某某35岁 数洋人 目前已被警方控制 事故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这一步调查处理中